我们继续来看 继续来介绍 计算机的 系统 基础 计算机的分带啊 就是按照我们的发展 软计算机的发展呢 将它划分为什么电子管 软晶体管 集成电路以及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四个时代 那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呢 应该叫什么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对吧 叫超大规模 大规模啊 其实第四代叫大规模 超大规模 对吧 那未来的话呢 可能有光子计算机或者量子计算机 最近不是有新闻吗 那主充支吗 对吧 量子计算机 生物计算机 生物计算机 倒没有了解过 计算机的组成 我们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嗯 这里介绍一下cpu吧 cpu的一些叫法吧 intel的cpu 嗯 i 的话呢 一般代表第几代 对不对 i7 i9 对吧 现在 现在应该是10 对吧 是10吧 10代了吧 10代的cpu了吗 11代了吗 是我out了 11代 对吧 它就是那个 激素啊 就是357911啊 11代 然后这里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笔记本的cpu 一般都是什么 低压版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性能呢 呃 一般比较差 一般都是带 u或者t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cpu 对吧 它后面的型号是不是带了u的或者t的 那说明是低压版的 就是我们就不要去买了 知道知道吗 不要去买这种 要买 买不到吗 啊 有啊 有啊 就是 那种超宝本啊 一般是u u的cpu带u的cpu 提买不到是吧 然后还有一般呢 我没买的话呢 买这种啊 hq hq就是high quality吧 往后的呢 高频版 对吧 高压版的 标压吧 标压版 就是没有烟鸽过的啊 就会好一点 但还有x这种啊 发烧机的 对吧 那MD的cpu的话呢 有 锚龙啊 对吧 锚龙啊 还有 锚龙pro啊 等等 resin pro 现在有什么 线程撕裂者 锚龙 后面呢 有几大系列吧 resin 7 5 3 5 7 对吧 诶 h 是标压 就是标准电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cpu的指令 然后在计算机 中指令 我们刚才讲过二进制 对吧 那我们计算机呢 他表示什么 数据呢 或者指令呢 都是用二进制来表示的 也就是说他指令是零和一 那最早期我们的程序呢 是通过在紫 纸袋上面打洞 打孔 来人工操作 就是这种人工操作的方式来什么 模拟零和一 然后根据不同的嘛 组合来完成 来编写 某一段程序 对吧 就早期我们编程都是 呃 在纸袋上面打孔 后来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的嘛 零和一 来编程 那这种用零和一来写程序 这种语言 就是它是计算机是不是直接能够理解的语言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机器语言 对不对 机器语言 那 这里会有一个文就 疑问就是计算机怎么知道这些组合 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串零和一 代表我要 将 我要将某一个 我比如说我我这一串数字 这一串零和一 表示 一加一 对吧 这个加法 我要想让计算机帮我加一下一一 对不对 实现这个加法运算 那计算机怎么知道 这些组合的意思呢 其实这些组 这些组合呢 是不是对应的传到不同的什么 计算机的主角上面去 比如说各种计存器啊 对吧 还有控制电路啊 对吧 就最终会翻译成这种控制电路 所以在计算机中 就说 于是呢 我们就出现了呢 cpu指令 因为如果每一次计算 就说我们用 这种运算的话呢 cpu每次都要什么 重新去算 对吧 或者说 单独的去什么 算的话呢 其实有一些什么操作呢 我们很常用 比如说我们这种加法 减法 乘法啊 对吧 或者说 做某一种运算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设计成什么 指令 对不对 设计成指令 那 cpu指令呢 其实就是零和一的 也是零和一的组合啊 都是零和一 然后每一款 cpu在设计的时候 就规定了一系列与硬件电路 相配合的指令系统 啊 所以 啊 这个什么 指令系统呢 我们叫做什么 指令集 对不对 指令集 那有了 cpu的指令集的文档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档呢 去编写 cpu认识的机器代码 所以对于不同 的 cpu来说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机器码 就是对于不同的什么 当然 我们现在所用到的 不管是amd或者intel的cpu呢 都属于同一种架构 对不对 叫什么 x86架构 对不对 x86架构 那除了 x86这种架构呢 还有什么架构的 am 对吧 aim的 就移动端的什么 cpu的架构 叫am 对 它的指令集是不是肯定和c 和我们x86架构的指令集不同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从本质上面 对吧 原因是什么 本质上面的原因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两端的 比如说手机端和pc端的程序不能互通 我手机端的程序放到电脑端不能运行 对不对 就是因为指令集的什么不同 本质就在这里 区别在这里 然后这里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呃 这里是一些指令的例子啊 比如说 0011 对吧 代表就是加法操作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义 比如说0011 也就是代表加法操作 然后0010就是 写入集成器的指导 存储器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嘛 机器语言 我刚才讲的是零和一 用零和一编程的话呢 我们叫机器语言 对吧 那机器语言其实 就是早期我们程序员没有这种汇编 是吧 没有高级语言之前就是用机器语言写 写程序的 写代码的 就是用零和一写代码 对吧 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 反正我们现在是不能想象的 对吧 不能想象啊 该有多难 对吧 那汇编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肯定是大王 那个时候能接触到计算机的 你想想才有多少个人 对吧 能写这种代码了 对吧 那使用零和一的好 机器语言的好处呢 是CPU 认识CPU 可以直接执行 就它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步骤 对吧 直接执行 所以效率是最高的 对吧 效率最高 但是对于 程序本身来说 没有什么 可读性 或者说难以维护 容易出错 对吧 因为万一一个零变成了一 对吧 稍微一个零变成了一 是不是就 这个程序就错了 所以就出现了什么 汇编语言 它使用助记符 来代替操作码指令 然后用地址符号呢 代替地址码 实现对什么 机器语言的一种映射 它的可读性呢 比机器语言呢 高 对吧 还是高 比如说 汇编指令 read write add 什么 jump 对吧 还有 看一下 还有什么 add 对吧 啊不是 move 应该听到吧 move 什么 哪个把哪个继承器的值 对吧 放到哪个地方 对吧 比如说read的话是读取计存 读取我们的直到计存器 write的话呢 是写计存器的直到 我们这里有没有学过汇编的呀 我记得 有有一些专业是汇编汇编吧 没用 但是 哎 但是 它可以帮助你 要理解 深入理解解计算机 虽然说 我们现在很少用汇编去写代码 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python流行呢 python算是一种抽象程度非常高的语言 对吧 相比于什么 c 对不对 c语言已经算什么 已经算高级语言了 对吧 但是还不够高 python比c更高 抽象程度更高 意味着抽象程度越高 意味着我们写的时候越简单 对不对 但是什么效率呢 也越低 效率的话呢 是相反的 对吧 C语言的效率呢 效率最高的肯定是机器语言 因为它可以不用做任何操作 直接被执行 直接被cpu执行 对不对 那我们这种c还需要什么 先编译 对不对 再执行 那python的话呢 更慢 对吧 还需要什么 边解释 边执行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这种中间代码 对吧 这种自解码的方式 就pyc嘛 就把它编译成自解码 来实现 来加速我们整个编译过程 它就是解释过程 这是cpu的一些内容 内存 这里是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啊 因为刚刚刚刚刚只是介绍整个体系嘛 对吧 红楼一般体现 那我们 这里呢 内存 内存的话呢 半导体 对吧 那这里 我就要去宣传一波我们国产的 对吧 国产的 不能 国产的就做内内存比较好了吗 应该也有 对不对 或者什么 还有 我推荐的是 我给你们推荐的是 硬盘 对不对 固态硬盘 我们国产的固态硬盘确实现在还可以 啊 比如光威啊 光威啊 对吧 还有 就长江存储的 对吧 都还可以 固态 因为比较难买到 它的货储备量还比较低 就 有条件还是可以支持国产 支持国产的化身 反正 我手机也是用华为的 我手机只用华为的 虽然我电脑用苹果的 但是 没办法 电脑 微得选 用什么都是 系统都是编的 对吧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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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随机存储和只读存储 以及高速缓存 catch 只读存储呢 因为这什么 它只能读 不能写 就不能改里面的东西 等于说数据的话呢 是被 或者说指令的话呢 是被永久的 写到我们的 线路里面的 对不对 电路里面的 所以这些数据 就算停电 它也不会嘛 丢失 例如什么 我们的 BIOS 叫BIOS 有进过BIOS的吗 不见过 是进入过 BIOS吗 一般我们什么时候会进BIOS 启动不了的时候 或者我们要调 装系统的时候 对吧 这个肯定是要进BIOS的 因为我们要去调启动向 对吧 有时候不用了 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些快捷的 启动按钮 对吧 比如F12这种 对吧 就可以直接调启动向 但是进BIOS是直接什么 永久的调 还有什么 比如说你的CPU的工作电压 对吧 你想超频 对吧 你可以通过进BIOS修改一下你的CPU的工作电压 对吧 或者硬盘的一些什么模式 对吧 工作模式 等等 这些我们需要进BIOS 就是叫基本输入输出 系统BIOS 系统BIOS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然后它的 它什么 这个BIOS这一段程序呢 就是 不是放在硬盘 也不是放在内存 因为它是什么 烧录在主板芯片上面的 对吧 BIOS 芯片方面 它是一种叫RUN 只读存储 那 RUN呢 是随机存储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储 随机存储呢 我们的内存就是随机存储 我们经常听到什么 DRUN 对吧 SRUN 对吧 我们就随机存储 然后我们 我们的内存呢 通常是什么 DRUN 对吧 DRUN 然后 SRUN 呢 叫静态随机存储 然后它的 主要是用于什么 容量小 这种效率高的什么 CPU缓存 缓存的话呢 我们用SRUN来做 然后还有什么 catch 高速缓冲存储值 高速缓冲存储值 你说我们经常听到CPU 对吧 其实CPU什么 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除了频率之外 就是频率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对吧 不是那么重要 缓存 才重要 对吧 这样一级缓存 二级缓存 那一级缓存 二级缓存 甚至什么 三级缓存 那这个缓存其实没有太高 你会发现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这个缓存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 还是几兆 对吧 几十几二十兆 三十二兆 对吧 十六兆 还没有到几几几对吧 几百几这种程度吧 因为它的什么 非常复杂 对吧 非常难难难能做 因为它要实现非常高的什么 一个数据的读写效率 那为什么需要缓缓存呢 高速缓存呢 为什么需要高速缓存呢 因为CPU什么 我们现在CPU的处理速度太快了 对吧 如果它不做缓存 直接跟内存去通信的话 内存赶不上它的速度 等于说 归途赛跑一样 对吧 CPU在跑 然后 然后硬盘是一只乌龟在爬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借助缓存 高速缓存 将什么 将经常用到的数据呢 放到高速缓存里面 提升我们的什么 就不用再去什么 跑到内存里面去读 再来看磁盘 磁盘呢 是指利用磁记录技术 啊 就是磁 电磁嘛 电磁 不是电池啊 电磁 来存储什么 数据的存储器 那磁盘呢 是我们的主要的存储介质 我们可以存储大量的二进制数据 并且断电之后呢 也能够什么 呃 保证数据不丢失 因为它是磁性的 对不对 磁性的 然后早期我们使用的磁盘呢 叫floppy 啊 floppy disk 啊 叫软盘 软 软盘 现在呢 我们叫硬盘 对不对 叫hard disk 硬盘的结构 这个可能之前对吧 这两天你们在看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这个硬盘的结构吧 啊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立体结构啊 这个是立体结构 这个是俯视图 对不对 俯视图 首先这一圈一圈的我们叫做什么 一圈一圈的我们叫什么 磁道 对不对 磁道 每一个磁道呢 我们会等分成 不同的什么 上区 对不对 上区 这个上区 那每一个上区它的大小呢 一般是512字节 512字节 那我们再看一下立体 立体图 立体图 我们的硬盘 对吧 就是机械硬盘 当然这个是机械硬盘的结构 固态硬盘不是这种结构 对 固态硬盘是那种颗粒 对吧 叫什么什么颗粒 mlc颗粒啊 各种颗粒 固态颗粒 如果你拆开过一个硬盘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硬盘它是有几张盘叠起来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什么 这 左边的树状 这 这一个柱子这样的东西呢 它是用来什么 读数据的 对吧 读数据的 它是一个 机械摇臂吧 我们叫摇臂 就是它 它的什么 这里 这个地方 读数据的这一头 叫什么 池头 对吧 池头 我们可以读取这个什么 上去你 池道里面的数据 那我读数据的时候 是 按照什么顺序去读啊 想想 你说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什么 这个池头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啊 所以它每一次读数据 读的是什么 同一个池道吧 那每一个硬盘的同一个池道 我们叫做什么 这里 叫做什么 柱面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叫磁柱 silender 磁柱 这个池头叫head 头吗 池头 你可以看到池头 上面有个池头 下面呢 下面这 这 这个是不是也是池头 因为这个盘是不是有两面可以存存数据的啊 正面和反面 对吧 还是都可以存数据啊 那数据是怎么写的呢 假如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文件 我我是 先把第一张盘写满 再写第二张盘还是怎么怎么写的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先把第一张盘写满 再写第二张盘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磁头 对不对 会什么 频繁的变化吧 频繁的移动 对不对 那这个效率很明显高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应该什么 应该是把这个磁柱 写满之后再写什么 另外一个磁柱 对不对 再写外面的这个磁柱 一个一个磁柱这样去写啊 那存储容量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算呢 你说 存储容量是不是等于磁头数 乘以什么 磁道数 再乘以什么 每一个磁道的上区数 再乘以什么 每一个上区的字节数 这样可以计算出我们的总的容量 对不对 比如说这里有个例子啊 就是有三个圆盘 六个磁头 七个柱面 每个盘面七个磁道 然后有每条磁道12个上区 那这样我们就是什么 六层 七层 十二层 五百一层之间 但这个没必要去算 对吧 了解一下就行 不过真的让你去算 那硬盘的接口呢 刚才也讲过 对吧 有SaaS接口 SATA接口 什么SCSI SCSI IDE 很老的 IDE接口的硬盘 还有什么 固态硬盘 对吧 固态硬盘 硬盘的种类分为固态硬盘 机械硬盘 还有混合硬盘 就是有一部分固态 有一部分机械的 对吧 就共存的 共存 比如说你们买的新的笔记本 可能有100什么100多G的固态 对吧 他就是专门给你装系统弄的 对吧 因为你固态的话呢 我们装的用来装系统是最爽的 对吧 如果你用机械硬盘装系统 你启动速度会很慢 我们现在电脑应该都是固态硬盘的 应该没有机械硬盘的吧 主板显卡我们就不看了啊 集成显卡 独立显卡 对吧 核显 网卡 又叫什么 网络适配器 Network adapter 它4G网中最基本的部件之一 它是连接计算机与网络的什么硬件设备 无论是 网卡的话呢 网卡的话呢 它是不是要一根网线接上去 然后另外一头 网线的一头接一台主机 网线另外一头可能接交换机 可能接路由器也可能 你也可以直接把两台电脑用网线连起来 那网线 除了我们用网线与把计算机计算机之间 或者设备之间相连的话呢 还有什么其他的介质可以连接不同的设备呢 光线对不对 光线 光线又分为什么 单膜多膜对不对 单膜多膜光线 还有什么 同轴电纳 同轴电纳 但是想一想 如果给你一个光线 你能把你的电脑和我的电脑连起来吗 没有口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普通的网口了对吧 因为应该用什么 光口对不对 光口膜盘的 然后这种什么物理介质啊 这种物理介质 是由OSI7层模型中的哪一层 负责的 是不是就是什么 我们OSI7层模型是不是最底层是什么层 物理层对不对 物理层是不是定义了这些什么 通信的接口对不对 界质这些标准啊 对不对 界质这些标准啊 OK 这是物理层 这是物理层 那网卡的话呢 是工作站的吗 数据电路层的网络组件 这句话呢 其实也不太准对吧 也可以说他 网卡不叫交换机哦 网卡怎么可能叫交换机呢 网卡不是交换机啊 交换机上面有很多接口 对吧 交换机上面有很多接口 但是交换机上面的接口呢 跟网卡不一样 对吧 因为 因为我们讲接口的话呢 呃 我们这个接口呢 一般是 带网络功能 我们叫把它嘛 把这种带网络功能的接口 就是什么叫带网络功能 三层接口 因为可以配地址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什么 实现网络层的功能 网络层 网络层是不是OSI的第三层 那如果他不能配地址 他只是用来转发数据 我们叫什么二层接口 对吧 所以交换机的话呢 有也分为什么二层交换机 三层交换机 二层交换机 就指全部是二层的结构 三层交换机呢 就是他可以配地址对吧 他的接口可以单独配地址 那以后我们 讲网络的实验的时候 就会做到对吧 那网卡呢是局域网连接 计算机与传输介质的什么 接口 那不仅能实现与局域网 与局域网传输介质之间的物理连接 和电信号匹配 还涉及到真的发送 接收真的封装 与拆封装 就是解封装 介质访问控制 然后数据的编码以及解码 以及数据的缓存功能 所以他网卡的话呢功能有很多 你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有三个功能 数据的封装与解封装 就是我比如说我们的应用的数据 比如说我用QQ给别人发一个信息 对吧 这个信息呢 他会什么 首先会经过什么 我按照数据的封装过程 对吧 先什么给他封装一个 什么投拨 数据的封装过程 这一段数据 这一段应用层的数据 比如说QQ这一段应用层的数据 不管这个数据是怎样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数据 在这个数据的外面呢 再加一个什么头部 对吧 再加一个头部 那我们往 往下的话就是 应该是加一个什么 传输层的头部 对吧 应用层下面就是传输层 不是吧 应用层下面虽然不是传输层 但是我们现在用到的什么 实实际的模型呢 应该是叫什么 我们OSI七层模型 我们叫理论模型 对吧 那实际模型呢 我们用的是四层模型 四层模型 就是把上面那几层合并了 还把下面的两层也合并了 对吧 所以应用层下面就是什么 传输层 所以加上什么 传输层的头部 传输层呢 再加上什么 网络层的头部 IP头部 IP头部呢 再什么 外面呢再加一个什么 数据链路层的头部 数据链路层头部 然后最后什么 经过这种物理设备的时候 再把它什么 经过网卡的话 把它装成什么 比特流 装成零和一吗 比特流吗 比特吗 零和一对不对 比特一串比特我们叫什么 比特流 对不对 比特流 转过去 那这个数据在不同层 它的叫法也不同 比如说应用层的话呢 我们叫数据 叫应用数据 对不对 应用层的数据 那我们加上一个什么 经过传输层的时候 我们就不叫数 叫什么 叫数据段 对不对 数据段 因为它是什么 分段传输的吗 啊 我们数据要在这边什么 分段传输 在那边什么 再重组 对不对 按照它的顺序呢 重组 然后 经过网络层的时候 在网络层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叫做什么 数据包 packet packet 对不对 数据包 在数据链路层 我们叫做什么 以太 以太网 对吧 数据链路层 它的呢 协议呢 就是以太网协议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百兆 以太网 fast snet snet 10兆的 snet就表示10兆以太网 然后百兆的话呢 就是什么 百兆以太网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数据电路层 我们叫什么 呃 我们是以太网协议 对吧 以太网协议 然后它的什么 数据叫反了 针 数据针 所以你会发现啊 这里是 封装为什么 成为以太网针 以太网针 那接收的时候呢 将这个针对面 啊 在经过物理层的时候呢 把它转而成嘛 我们这个把数据叫 比特流了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变成了零和一了 对吧 一串零和一 从我往线 对吧 流到另外一端 所以接收时呢 那我们将以太网的针 和 就对面收到之后 再把它什么 变成针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将针的 呃 首部尾部给去掉 然后交给什么 网上交给 所以 没差 网络层 对不对 网络层 然后网络层 再查看自己的IP地址 是不是 目的 就是它的IP头部 啊 是不是给自己的 不是给自己就丢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给自己的 再到 传输层 传输层啊 链路管理 下面第二个功能是链路管理 通过什么 通过CSMA-CD 叫带冲突检测的载波 真听多路访问 啊 还有一种叫什么 CSMA-CA 对不对 啊 有两种 这个 是用来做什么 链路管理的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 数据的编码与易码 网卡 网卡的分类啊 分为什么 有线网卡 无线网卡 有虚拟网卡 那我们装那个workstation 装上去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网络 适配器 那个界面 那个界面里面 是不是多了几个网卡 多了几个 两个 对吧 一个是零 不是零 呃 1和8 对不对 没有零 没有零吧 1和8 1和8 就vmnet vmnet1 或者vmnet8 这个 这种网卡呢 它是虚拟出来的 对不对 它不是真实的 因为真实网卡 我们就是 你那个接口吗 你那个电脑有几个网卡接口 那种网卡 我们叫物理网卡 对不对 物理网卡 然后物理网卡呢 然后还有什么 但还有一种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呢 是你的在你的主板上面 插在你主板上面 对不对 然后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拆开主板可以看到到 或者手机对吧 你经常看到一些拆机视频 你手机上面也有这种无线网卡 厂界的网卡品牌就不说了吧 英特尔啊 TBLINK啊 REALTECH啊 还有什么 BODCONE啊 博 博通 博通对吧 这个叫博通 软件系统 接下来看 来看一下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 是由一组控制计算机系统 并管理其资源的程序组成 其主要功能呢 包括启动计算机 存储或者加载或者执行应用程序 然后对文件呢 进行排序 检索 将程序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等等 这些功能 嗯 系统软件呢 可以看作用户与计算机的接口 它为 应用 软件 和用户呢 提供了控制访问 硬件的手段 那 其实和我们之前所讲的什么 kernel和shall的关系 对吧 其实就是kernel和shall的关系 那想一想windows 它有没有 就是windows的shall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kernel是 对什么 计算机的硬件做管理 对吧 操作系统的核心嘛 它直接管理我们计算机的各种硬件设备 但是我们用户呢 不能够呢 不能够去与内核对吧 kernel交互 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个kernel对吧 外壳 我们用户是在外壳里面 执行各种操作 然后外壳呢 再把这个操作呢 翻译给内核对吧 那内核去管理这种硬件 那 那我们windows的操作系统 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 windows也有自己的内核 我们windows普通 我们的普通用户也不能去什么 管理不能操作它的内核 那我们是怎么操作windows系统的呢 操作上面的硬件的呢 是通过它的图形化对吧 图形化界面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图形化 看成一个什么share对吧 它只如果是一种图形化形式的share 对吧 那像我们 像这种是不是mini行下面的share 就它没有图形化界面对吧 所以我们操作这个操作系统呢 可以通过这种图形化的share 像windows就是典型代表对吧 也可以操作什么mini行 通过mini行来操作 那例如什么 我们各种linux系统 我们服务器用的linux系统对吧 都是主mini行的 虽然它们也有图形化 但是我们不会装 一般我们不会用 对吧 因为用mini行会更高效 用起来会更更好一点啊 因为你习惯之后 你发现图形化就是一坨屎 就linux的图形化就是一坨屎 对吧 而且你还得依赖什么 它的这个什么图形化的开发者 有没有把你把这个工具做成图形化界面 如果没有的话 你说也用不了这个功能 但是我用mini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对吧 就这个意思 操作系统啊 操作系统的几个模块啊 处理器管理啊 解决cpu的时间分配问题 作业管理啊 完成某一个独立任务 所需的数据呢 我们组成一个作业啊 然后存储器管理啊 分配嘛 我们的存储资源 对吧 存储内存啊 内存资源 然后设备管理啊 然后管理各种嘛 设备 同时要能够什么 接收各种设备的请求 这个接收呢 是通过什么中断来接收的 比如说我我现在什么 鼠标动一下 其实就产生了一个硬件中断 对不对 就产生了一个中断 那我这个系统是比较响应 这个这种这种嘛 中断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最优先的对吧 那你会发现你鼠标动了 程序不会动 程序卡对吧 但鼠标会动对吧 那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的这种硬件中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文件管理 负责文件的存储啊 检索啊 共享保护等等 对吧 然后操作系统呢 危机的操作系统呢 我们从简单到复杂啊 对吧 那windows呢 最初什么 微软公司啊 最初呢 是从doss 这种单用户 单任务的操 单用 单任务的操作系统 这里的单用户 单任务 体制在什么 是单用户单任务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啊 不能多开 就就什么 不是不能量吗 啊 就是首先单用户 先先来解释的单用户啊 单用户呢 是什么 不是也不是一对一 是吧 单用户呢 是什么 只同时只允许单个用户操作 那其实现在的windows还是单用户的 超系统 为什么 你想一想 你在用户的时候 别人 别人能够同时用吗 对吧 就算他远程桌面到你 你这边会什么 锁定掉 对不对 这种是单用户 体制在单用户 单用户 单任务呢 是什么 你只能处理什么 不是单进的 你只能处理一个任务一次 对吧 只能处理一个任务 啊 那我们现在的什么 这种操作系统呢 已经是什么 就是说是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他的多任务呢 体验在我们可以干同时干很多事情 但是实际上对CPU而言 CPU一次 对吧 只能执行一次指令对吧 啊 为什么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在执行很多事情呢 因为你是感觉不到他的 就他的执行速度太快了 对吧 切换的速度太快 你是感觉不到他好像在同时执行 只能执行一个任务 对吧 嗯 然后Windows的发展啊 从 DOS到 Windows 啊 3.1 到NT NT 就是之后呢 就是 2000 XP 对吧 Vista Vista 一个失败的系统 那 Win7 Win8 Win10 Linux的话呢 是一个圆满公开的操作系统 然后 程序呢 可以通过自己的兴趣和灵感来对其做改变 Linux的话 讲后面我们再讲 讲Linux系统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的讲 ok 讲一下他 为什么 对吧 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好 或者说 他的一些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提啊 我们这里就 不过多介绍啊 语言处理系统 就是 编程语言嘛 啊 我们要处理什么 编程语言 对不对 人和计算机交流的信息 交流信息 使用的语言呢 称之为计算机语言 对不对 或者什么 叫程序设计语言 计算机语言呢 我们可以呃 按照他的什么 就是说 效率啊 或者什么 按照他的什么 行使 就是 效率分类吧 啊 刚才也分过对吧 机器语言 效率是最高的 汇编语言 其次 然后呢 高级语言 高级语言呢 又分为什么 高级语言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什么 编译型 对不对 编译型 一种是解释型 解释型 编译型的典型代表就是C语言 就C语言 C语言 现在还是很重要 对吧 你们有条件 还是可以学一下 还是要学一下 C语言 因为我们很多的系统的代码 很多整个系统的一些底层 都是用C写的 对吧 那解释型语言呢 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后面要讲的 PHPE 啊 Python 对吧 都是呢 解释型语言 解释型语言 我们现在看着编译型语言 编译型语言呢 他调用了相应语言的编译程序 比如说C语言 比较出名的那个什么 编译器对不对 叫什么 C语言 UX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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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战争 开发环境 那还不叫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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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很多linux 或者caddy里面遇到的 很多mini 都是用gcc编译出来的 mini 其实都是gcc编译出来的 那我们后面有 后面我们讲linux的软件管理的时候 我可以带你们去编译编码 编译C的原码其实很简单 不是很难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make make install configure make install这几步 但是 我们还是要做一下 还是要用一下这个东西 编译的话 编译型语言它是需要编译器的 也就是我们的编译程序 将我们的原代码呢 编译称什么 目标程序 然后再使用什么 就目标程序叫object 对吧 也称为目标代码 这个时候 这个目标代码还不能直接用 我们还需要再经过一个步骤叫什么 链接对不对 链接链接link 将我们的目标程序呢 与酷文件相连并且形成什么 可执行文件 最终的可执行文件 尽管编译的过程 比较复杂对吧 但是它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是可以反复执行的 对不对 它不像解释型语言 解释型语言没执行一次都需要什么 一条一条语句这样去交给解释器去解释 对不对 所以说编译型语言呢 比解释型语言的效率什么执行效率更高 体现在证明了 为什么会更高 这里面会提到一个库文件 我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 这个库文件这种东西 库文件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知道吗 在Windows里面 你们有没有 运行程序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某一个错误 就是什么什么点DLL文件丢失 有没有遇到过 有对不对 那个DLL呢 就是什么 库文件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库文件 那为什么会丢失呢 我们要搞清楚啊 我们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吧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重要对不对 也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支点 就是为什么会丢失呢 我们写代码 比如说你写C嘛 C网项 对吧 include stdio.h 一般我们第一行是不是这么写啊 好 让你们知道这 你知道这么写对吧 你知道这个写法的什么作用吗 如果你不写这一行 你能够用printf吗 你能够用scanf吗 不能对吧 好 这个两个其实就是一个函数嘛 对不对 是一个函数对吧 那我们没有 如果 就说 如果你没有定义这个函数 你直接用这个函数 肯定是用不了的吧 那我们第一函数是包含了这个 stdio.h 包含了一个头文件 对不对 又相当于包包含了一个什么 头文件的 对吧 就是stdio.什么 这样的一个 头文件 这个头文件里面包含了这个 两个函数的定义吧 对不对 就是它的代码在两个函数里面 那你想一想 如果我编译的时候 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它所指向的酷文件 丢失 是不是这两个代码也用不了 对不对 那就是为什么你的dll文件 丢失 我们程序就是什么 运行不了了 那我们这种 dll文件呢 那这个时候 有人会说 哎我能不能把这个什么 两个函数 直接写到这里面去 这样不就不管 这样就 dll文件丢失到我这里 是不是也能跑 对吧 我不用包含这两个文件 我直接把这两个函数给什么 写在里面对不对 放个选对吧 写写两个函数 写两个函数对吧 放选一放选二 对吧 把这两个按数写写上去 然后把里面的代码也写上去 对不对 完整的代码写上去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啊 可以这么做 可以写出来 可以写出来 为什么 可以写出来 为什么不写出来 可以写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呢 你们想想想像这种基础的功能 你这个程序要 他那个程序要 可能我们开发的成百上千万个文程序 每一个程序都需要这个基础功能 那如果把这种 原代码呢全部放到这个程序里面 那是不是太浪费空间了呀 所以那像这种链接方式 对就没必要 这个不是这个不叫造轮子 这个不叫重复造轮子 就是你自己写 对吧 这不是自己写 你可以直接把别人的那一段 全光不动的考过来 原代码考过来 对吧 只不过呃库文件呢 实际上就是别人原代码的一个编译后的版本 编译后的版本 就不是已经不是原代码 已经是呃 这两个函数的编译后的版本了 编译后可以叫目标代码吗 对不对 目标代码还要和我们其他的目标代码 链接在一起才能够什么 最终生成可执行文件 这这不叫重复造轮子对吧 所以这种链接方式呢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链接有两种 一种叫动态链接 就是比如说我我刚才什么 我刚才这里 其实我们这样做就是什么 动态链接 就是把它的库文件跟这个文件链接起来 就是建立关联 对不对 建立关联关系 那以后我要用的话呢 我去找那个库文件对吧 就可以了 找那个第二文件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直接把这个代码挪过来用 直接把它什么 把它的代码的封链接在一起 对不对 把它需要代码全部链接在一起 最终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 但这个时候这个可执行文件 是不是比较大一点 因为它包含的是什么 这些功能对不对 这些功能的代码 原代码都到 对吧 它的目标代码都包含进去了 所以它会比较大一点 这种叫动态 这种叫静态链接 所以 那我们出现DLL问题 是不是就是静态链接 出现问题 那在Lanus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Lanus系统也是一样的 对吧 嗯 找一台随便找一台虚拟机啊 给你们演示一下 开一台Lanus系统 然后我们通过S3去连上去 就是连到我的系统上面去了 嗯 比如说 嗯 我们有ls这个命令对吧 你应该都都知道用对吧 list吗 列出文件 列出我们当前目录下面有哪些文件 哎 我们上次不是讲过pwd 我们当前目录在什么地方对吧 我可以看到我当前在跟下面的root目录 嗯 好那现在呢 嗯 我们来查看一下 我的ls在什么地方 reach一下ls ls呢是在usrbinls 就是我这个命令啊 他躺在硬盘的这个目录下面 就我运行ls的话呢 其实运行的是这个可是英文件 这个理解吗 嗯 为什么我这里运行的时候呢 不需要接绝对路径呢 不需要这样 其实这样这样运行是不是也可以的 是吧 一样的对不对 和我们直接运行一样的 因为他能够搜索到 嗯 他能够直接搜索到 他有环境变量 他能够搜索到这个 嗯 命令 在某一些路径里面搜索这个命令啊 那我想查看一下这个命令 他 链接到了哪些库文件 啊 我们可以通过ldd这个命令看 是不是很多 嗯 我们这里 嗯 我如果直接演示把这个库文 把其中我一个库文件给他删掉的话 那到时候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所以我这里选择做一个快照 快照是在哪个地方 啊 这里拍一个照片 呀算了 不做了 直接直接来吧 那我们正常的 嗯 我们给你们演示啊 我牺牲了我的虚拎集啊 因为我之前有做个快照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啊 什么版哪个时候的 没事 那我们现在m remove删除掉对吧 你看这里 这个库文件指向了我们系统哪个目录对吧 这个他依赖的这个库文件指向哪个文件对吧 这些都是库文件 那我们删掉一个随便删掉一个 是否删除对吧 这是符号链接 没关系 我们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 我们再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这就报错了呀 看怎么错哦 这个时候要考验你们的英文能力了 对吧 这个时候就不是之前的那个什么command 都放了 就是当 看这里 well down downloading shared library library是图书馆 酷的 在这里我们翻译过来叫酷 当我们加载共享酷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 酷文件是不是被很多人引用啊 所以它叫做共享酷 对吧 它是可以被共享的 当我们加载共享酷的时候呢 失败了 无法打开这个文件 没有这个文件 没有这个文件 对吧 这个是不是我们刚才商调的 对吧 那你会发现除了这个ls用不了 copy cb是拷贝的mini m m可以 对吧 mv 那也不行了 对吧 你发现很多mini是不是都用不了了呀 因为这些mini 这些mini 它的什么都依赖于 我们一个什么 酷文件 ldd可以用吗 好 你发现ldd这个mini用不了 我刚才查看酷文件用的ldd这个mini 对吧 也用不了 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这句话的解释 尽管编译过程过了 其他的其他的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呢 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 什么dbms 应用软件对吧 应用软件各种游戏 是不是也是应用软件 什么办公软件对吧 应用软件 那计算机的分类 超级计算机 比如说什么银河 广州这边是不是什么银河什么几号对吧 银河几号对吧 这种叫超级计算机 然后它的架构呢 就和我们现在肯定是不同的对吧 它的CPU的架构啊 和我们现在不同 和我们的这种 我们这种叫个人PC对吧 PC 叫Personal Computer 那网络计算机的话呢 有分服务器 你在网络世界里面的各种计算机 分为服务器和工作站 服务器啊 一般是性能比较高 能够通过网络来对外提供服务 比如说我们上的百度 那百度呢 这个站点呢 就是部署在一个服务器上面 对吧 那我们上QQ啊 QQ也有服务器对吧 能够能够用 用QQ和其他人聊天 都是用 表示QQ的服务器 腾讯的服务器 然后它 它和我们普通的 什么普通的PC 其实 区别什么不是很大的吧 都有CPU 都有内存都有硬盘 都是那什么 我们现在的服务器也是X8664的 其实和我们的电脑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电脑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在什么 性能 稳定性 对吧 会什么 要求比我们PC要求更高 所以我们企业为什么不买这种普通的电脑做服务器呢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企业要求的是稳定性 对吧 就是7乘24小时不断电 对吧 不故障 无故障 那服务器的构成呢 与普通电脑类似 区别呢 就是服务器 会装很多的什么 服务端的程序 对吧 服务端程序 用来什么 像我们这些不能用户来提供服务 那服务器主要有什么网络服务器 对吧 其实 DS叫域名服务 DSCP呢叫 还记得吗 我上次特地翻译过来了 特地解释一下 叫什么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打印服务器 终端服务器 持绑服务器 邮件服务器 文件服务器 网页服务器 对吧 web服务器等等 工作站 工作站 主要 面向专业的领域 我们好像不处于专业的领域 但也属于对吧 比如说软件开发 工作站 对吧 就是说 IBM 就是说这种电脑公司 都会有自己的什么 工作站产品 对吧 一般企业会采购这种工作站 产品给这员工去使用啊 然后他他什么 要专业一点 嗯 无盘工作站 无盘工作站 指的是无硬盘 无软盘 无光区 凌路局域网的计算机 比如说网吧 对吧 典型的就是网吧 对吧 然后最后是个人电脑 台式机啊 电脑一体机啊 笔记本啊 平板啊 对吧 个人电脑 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吧 对吧 理论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接下来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就 Windows 对吧 Windows 带到Linux Windows 我们 介绍一下它的常规操作 对吧 主要是一些命令 然后重点呢 我们会放在Linux系统上面 好吧 这些基础的 就说可能有一些同学呢 可能抄系统啊 或者说计算机基础比较差 对吧 我们这两天就在补这些东西 对不对 就 嗯 应该是有一个对计算机 对吧 有一个简单的 全面的认识吧 然后至于什么 后面应用方面 然后我们就是 我首先是让你们去学一下 协议战这一块 对不对 刚开始 把协议战这一块搞搞懂 或者提前预习到 因为后面我们讲的时候 嗯 也会讲 对吧 但是肯定 不会像书上面那么详细 对吧 或者说那么全面 所以我们东西 因为我们 毕竟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只会挑一些重点的内容 对吧 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 去讲解 所以 所以 就这些吧 我们看一下 明天我们讲 Windows Windows的话 Win7 不知道你们下载好了 Win7的话 我上次给了链接吧 让你们去下载 Win7的话不大 所以你们先下载一下 明天的话我们把Windows系统的一些支持讲一下 Win10 Win10你们知道有Linux系统吗 Win10有Linux系统 就是WSL对不对 现在有WSL 我明天 我明天 但是 我没有Win10系统 但是可以有 我家里的电脑有 我家里电脑是Win10 所以我可以明天到时候远程过去给你们演示吧 演示我们在 Win10上装Linux 就它自带Linux 但是也要下载 它自带的是Ubuntu的版本 这以后如果你想 对你想做一些Windows Linux的操作 又不想打开蓄理机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Windows的Linux 对吧 去做就很方便 比如说以后我们用Docker 对 Docker 容器 我们用容器 快速的去创建一个数据库服务 因为如果你不用容器的话 你用Windows去去安装数据库的话 很麻烦 而且占用非常大 对吧 你下载下来都要几百兆 你安装下面又要几G 然后要启动的话 又很占用空间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容器 会更方便一点 对 因为后面我们讲Web的时候 讲Web开发的时候 要Jango要连到后端 连到你的数据库 去操作你的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所以 明天 把WSL 也介绍一下 就是让我们装一下WSL 其实很多软件都有Windows端的 只不过 我不想用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它太笨重了 知道吗 Windows的软件太重 太笨重了 它占用空间的 它占性能的 你用起来 就 就如果你性能 机子比较差的话 就是性能很卡 卡的很不舒服 好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